美国和中国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第九轮美中贸易谈判 而同一天白宫下令相关的政府部门调查来自国外的山寨与盗版商品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间透露 此前他曾经称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国王 而对方似乎喜欢这个称呼 有关想起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 我们知道这是美中贸易谈判的第九轮谈判 那么今天在华府展开了 那么今天早上白宫首席经营顾问库德洛告诉媒体说 他期待这一次的谈判当中本轮谈判会获得进展 不过在今天早上星期三的早上九点多 白宫却突然发出通知说十点的时候将举办一个背景简报会 那么是关于什么呢 是关于这个山寨货以及盗版品的背景简报会 那么在背景简报会上呢 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顾问彼得纳瓦罗表示 现在呢在这个网路上贩售的商品当中几乎有一半是山寨货 尤其是这些这个名牌的商品 那么之后呢白宫就发表了这个白宫对抗山寨品与盗版品的流通备忘录 那么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 主要是说要由司法部长领军 那么伙同这个商务部长 国土安全部部长 预算管理局局长 以这个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 还有美国贸易代表合作来进行调查 那么在210天之内呢 要提交这个报告 报告将会调查并且分析 透过第三方或是网络第三方交易的山寨货以及盗版的商品 并且提出如何处理的建议 此外呢在这个报告当中也说将会与网络商店线上支付等业者以及交易相关的第三方合作 要让他们以后能够避免在平台上销售山寨或是盗版的商品 此外呢美国会寻求与外国政府合作 包括像法国加拿大等等 那我们当然知道呢 之前法国意大利等国呢 也都是因为这个像在阿里巴巴上头 有贩售这个法国以及意大利名牌的商品 而对其这个提出了抗议 那么我们看到呢 根据经济合作际发展组织在2016年的统计呢 世界山寨商品的来源比例 中国占了63.2% 香港占了21.3% 那么两个加起来呢 其实就高达了世界假货的84.5% 那么在这个统计当中呢 也说到了主要受害国家的前五名分别是 美国 意大利 法国 瑞士以及日本 那么此外呢 根据这个经济组织在2019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现在流通的商品呢 有3.3%都是山寨盗版货 那么这个这样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而数量最多的是鞋子 然后是衣服 那么在静和组织统治的假货的种类当中呢 前10种当中也是9种是由中国货居贯的 那么呢 今天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 当然记者就问到了说 在美中经济谈判的这一天呢 白宫突然宣布了这样一个备忘录 以及这样一个调查的行动 是否与这个谈判有所关系 那么对此呢 白宫的首席贸易与制造业的顾问 那瓦罗则是表示说 这两者没有相关 卡拉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特朗普总统在4月2号星期二 是在华盛顿出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春季晚宴时 透露说在2017年他访问北京的时候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在那个时候呢 他是称呼习近平为国王 并且对方是喜欢这个称呼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的 这是您所说的 就是昨天的晚上 特朗普总统在4月2号 在这个出席共和党国会议员的这个年会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年会上致辞的时候 表示说他在2017年11月访问中国的时候 曾经当面告诉习近平说 他称呼他为国王 那么呢 习近平似乎他的态度是非常的高兴 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 他在星期二晚间是怎么说的 我们正在修复破损的贸易协议 保护美国工人 我们正在对抗中国长期的贸易不公平行为 盗窃知识产权 以及他们对我们所做的许多其他事情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多年来 但在他们如何伤害美国利益的问题上 我对他毫不留情的反击 那么特朗普总统接着说呢 当时在北京的演说当中 一开始他让习近平感到很开心 但是呢 因为接下来他不断地提到了中国对美国造成的伤害 于是呢 他说习近平是越听越生气 那么但是呢 他说接下来他就挽救了当时的气氛 因为呢 他接下来就说了 他说我并不责怪你 我只怪我们国家过去的领导人 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这样子的说法呢 他也曾经说过了很多次 那么或许在昨天的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的聚会当中 他是想要表示说 他在这个与中国的贸易谈判问题上 他是可以采取软硬坚实的方法 那不过呢 当然最终的这个贸易谈判的结果 他也说过了 一定要他跟习近平主席两个人见面之后 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卡拉 好的 感谢耀义从白宫发挥的报道 感谢耀习近平主席